政府打房动作频频 但是国内的房价还是居高不下 财政部明天要举行不动产税改座谈会 因此民间团体决定要提前一天召开记者会 呼吁全面进行改革 不只要革新资本利得税 也要走长期过低的持有税进行全面检讨 这个事情要解决啊 是行政院的层级绝对不是财政部的层级啊 财政部长张盛和日前提出房地合一可税新制 但民间团体忧心只针对资本利得税改善 并无助台湾房地产的恶劣现况 房地产市场目前已经约略开始在反转 量本质上市场上已经在开始缩了 如果你再透过一个制度的改革不当 你让量缩得更严重的时候 或许也会有崩盘的危机 其实量的增加才是经济的基础 不动产资本利得税课征了之后 其实会让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交易 怎么样 萎缩 台湾今年房地产增交件数以大安区为例 从去年第四季的637件下滑到409件 五月份单月甚至只有62件 但房价却仍旧居高不下 平均单价从去年第四季88万 上升到95.5亿万 学者表示关键就是持有成本太低 现阶段持有税 采公告地价与房屋平定限值进行计算 也就是市价十分之一 台北市实际豪宅税率却仅有百分之0.063 远低国际标准 我想现阶段最关键的问题是 不动产的税机真的过轻 其实现在只要把公告限制调高 房屋限制也调高 然后持有税的税机跟税率 保护一般的自助型跟自用型 就好了 他偏偏要弄一个皇帝 那个合一所得税 张顺和明天将主持第二场税改座谈会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采透明开放的态度 整合跨部会议件让税改能一次到位 减少民怨和舆论揣测 新台电视高建论审慧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